我們進到這邊,你進到這個雲端硬碟之後,大家要進去了 那首先第一個,你進到這個雲端硬碟之後,其實應該要做一件事情 來,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像我這個的話是學校的那個現象 所以你會發現一樣是在登錄像Google,可是左上角有沒有不一樣 然後呢,還有一個跟大家不太一樣,就是我這邊是已用多少 你們的是剩下多少,是差在這樣,因為學校的多大 沒有上限,就是無限空間 對啊,快點去開車 為了我這樣開車 好,那這裡我們看一下,其實一般大家一進來 像我這邊還好啦,沒有什麼資料 就是大部分大家可能跟你的隨身碟的使用習慣一樣 所以你大部分都會隨便亂放 你隨身碟有很認真整理嗎? 有整理的舉手 還不錯,但是只有一個 大部分都沒有整理,為什麼?因為通常都是比較暫時性的 對不對?那而且因為隨身碟現在容量是越來越大了 其實老實說啦,你超過32G以上 你真的要找檔案,好像就有點困難 對不對?而且你還要很擔心 因為檔案太大,容量太大,帶太多東西 丟掉的時候會特別痛 因為我64G的就丟過 他剛買沒多久就丟了 放在學校忘記抽走啊 好,那所以我現在都是用大概16G而已 就8G或16G就夠了 因為很多東西都在雲端上 所以你雲端一點 我們要跟各位第一個介紹就是 你還是要養成良好的檔案管理習慣 第一個 真的可以見資料夾 要見個資料夾 雖然他搜尋很方便對不對? 但是你不見得每次都記得在哪裡 好,就是每次都記得說 就是關鍵字是什麼 所以見個資料夾不難 從哪裡?從這邊 有沒有 那你會見資料夾 還可以做一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資料夾 好像有的顏色不大一樣 有沒有 這樣是不是 如果你比較重要或比較特殊的 可以分得比較清楚 所以呢 你可以在上面這裡 資料夾上面 點到他按右鍵 有沒有可以改變不同的顏色 這個至少檔案總管沒有嘛 檔案總管沒有這個功能啊 所以你看起來都是標準的黃色啊 都是標準黃色 這是第二個大家可以做的 那再來呢 可以怎麼樣 比較重要的 可不可以加個信號 表示說 這個我比較重要 比較容易看到 你看 在哪裡加信號 你看我這裡有沒有個信號 這裡就沒有 按右鍵 有關的嗎 加上下 信號不只是資料夾 檔案也可以 好,檔案也可以 所以呢 如果你想要找 對你來講比較重要的 你就點 以加信號的 只有 星星會跑出來 廢廢沒有 這樣了解 對不對 齁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啊 星星多了也會滿天心 沒錯吧 所以你資料 你還是要處理一下 如果你比較少的 信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比較少的 比如說你看 我覺得這個 常常用到 你就按右鍵 有沒有也可以加信號 對不對 好,這是第二個 加上信號 再來呢 這個絕招就不用了 但是我們來這邊看一下 平常雲端硬碟的話 你如果要移動檔案 你除了點到它 按右鍵 這是標準的 有沒有 移到哪裡 但大家通常比較不習慣這樣子 其實你可以怎麼做 可以這樣做 比如說呢 我這個 檔案我不想放這裡 你可以按著它 往上丟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現在是同一個 我丟到上面來 有沒有移出來 我們看一下 有沒有移到外面來了 你也可以在裡面 有沒有 這樣也可以 用拖曳的 移到桌面 移到桌面 該移不關 桌面是丟刀 這在雲端 那除了這個 還可以怎麼做 也可以這樣 因為這個資料夾 是 有沒有發現我這個 還蠻深的資料夾 對不對 如果你的資料夾 不在這個目錄下 怎麼辦 所以手邊是可以打開的 這裡可以拉開 有沒有 你如果發現 不對喔 這個應該放到課程分享 按著丟過來 這樣嘛 有沒有發現 不一樣的方式了 對不對 你丟過去 他都會先問你 要不要 所以不會像檔案總管 我們檔案總管用拖曳的 有一個潛在風險 不小心丟過去的 會忘記在哪裡 有這種情形吧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 我先取消 有沒有就留在原地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拖曳 那他當然不只是怎麼樣 一個檔案 你也可以全部選起來 有沒有 按住哪一個鍵 你覺得勒 你覺得勒 好 Control也可以 Shift也可以 都跟檔案總管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好像 跟你在使用檔案總管一樣 只是用的是在網頁上而已 就在網頁上 所以有沒有覺得 比較OK一點的 所以基本的這個 整理資料方法 你可以像這樣用 可以像這樣用 那待會呢 我們再來看 另外的方式 好不好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這幾個 加上信號啦 加上這個資料夾的 顏色啦 或者檔案的顏色 那你可以加上什麼 這個資料夾 OK 那有一個小技巧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在這裡 他可以做排序 有沒有看到上面這裡有這個 現在我是 是不是按照檔案大小 你也可以怎麼樣 按照修改時間 點一下 跟檔案總管那個一樣 我就顛倒了 就是最新的 最近存取的 是不是就排在上面 那如果你覺得這樣 不大OK 你想用名稱也可以 不過建議各位 我這裡有一個小技巧 你可以參考 有沒有發現我的檔案名稱 前面都有加這個 有加數字有沒有 你也可以加英文符號啦 如果真的比較多的話 你要歸檔 因為我如果用排序 用名稱排序 數字是不是排在前面 這樣我就很好找 假設你是像我下面這樣子 你看下面這些 有沒有這樣就很難歸檔 就它就照筆畫順序啊 就照筆畫的那個筆數嘛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那個排序就比較難去排 它的缺點就是排序的話 就只能照上面 你不能說 啊我這個拉上來 有沒有 不行 這個是不一樣的 所以 你如果要排序的話 你可以試看看 就是比較方便排序的 你可以加上數字 或加上英文字母 原則上都會比較好排 來 還給你囉 謝謝 謝謝 謝謝